我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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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說 沒關係 你先說 那我先 我想到的是 回歸初心這四個字 也就是回歸咖啡豆 最原始的風味 體驗粗 屬於百年老咖啡樹 獨特的百年風華 Yes 我們有素爺爺 可以用百年咖啡樹 作為基底 不需要再創新 不屬於我們的風味 回歸最原始的 百年咖啡豆風味 就是就是這個 對耶 一定要找出 素爺爺一百年前 最原始的風貌 素爺爺是有故事的 在日劇時期呢 是有一位日本的商人 把咖啡豆引進台灣 送台灣的茶農種植 主要就是想要看看 台灣適不適合這種咖啡樹 很低 很高 嗯 很好吃 天空哪 烏龍水藥 阿妹啊 在燈醋沒力 就陷水賣 陷水啊 親友情 那咧 在水中 你手來手去 手來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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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和你壓到瑞爺爺 咖啡 有黑 Rap 和你壓到瑞爺爺 咖啡 音艦 響 身體 Rap 音艦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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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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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壘 也就是因為建造咖啡樹 讓日本和台灣 两个不同的文化 有了新的故事 新的火化 树爷爷第一代的兄弟姐妹 就开始大量的繁殖